謝謝副院長 各位迷迪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大醫院的負責院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新引進來的技術 這是叫做磁鎮造超音波融合導引的攝護線切片 它的英文是NRI Ultra Summation Guided Clostate Biopsy 在介紹這個新的技術之前想要先跟各位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傳統攝護線切片的方法是怎麼做的 我們是讓病人測躺 然後做一個精直腸的超音波 那為什麼要做精直腸的超音波呢 主要是因為攝護線它在結果的位置上面 是在我們膀胱的底部 在我們尺骨的後方 然後呢在我們直腸的前方 所以它是一個很深的器官 那如果要想要去做一個精密準確的測量和評估的話 最常做的檢查方式就是要經由這個精直腸的超音波 那從這個精直腸的超音波的探頭呢 我們伸出一個切片的針 對著這個攝護線去做切片 這個就是傳統的切片方法 那我們通常在做切片的時候呢 是會把攝護線分成12個向線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12個向線 每一個向線都有一個英文的編嗎 那我們會對著這個12個向線的每個向線呢 去做一個隨機的切片 主要是因為說 攝護線的超音波 它主要的用途是拿來兩攝護線的大小 它沒有辦法很準確的判斷出 攝護線矮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們只好對著這12個向線 做一個隨機的切片 那當然既然是隨機的切片 它的準確率就沒有辦法到太高 根據文獻的記載 大概它的準確率 大約是在三層上下 那我們醫院引進的這個新的技術 它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我們會先讓病人 在切片之前 先去接受一個磁症造影 那放射科醫師 會從磁症造影的影像裡面 去標出 他比較認為是攝護線矮的地方 比如說像這個星號 等到病人要接受攝護線切片的當天 我們會把它經由攝護線超音波 做出來的影像 跟它之前磁症造影做出來的影像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之後 會產生一個3D的model 這個3D的model裡面 就會有之前放射科醫師所標出來 懷疑是癌症的地方 在即時的超音波影下之下 我們也可以看到懷疑是癌症的地方 再對著這個懷疑癌症的地方做切片 就可以增加準確率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介面是怎樣 操作介面是怎樣 在這個realtime的超音波之下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3D的model 疊加在這個超音波上面 那懷疑是之前被放射科懷疑是癌症的地方 也會被標示出來 那我們對著這個地方做切片 如果有切到的話 有正中紅心的話 就會顯示出來是紅色 那像這個case呢 因為執行的醫師 另外有去做傳統的12針切片 所以我們會看到有另外的12針綠色的部分 那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影像在做完之後 都會被儲存下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這個影像的每一針 每一針上面都有標號 所以等到之後病情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根據說 比如說標號123有切到攝護線癌 那我們就去看標號123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就可以去判斷出 在這個攝護線裡面 攝護線癌的位置 精確的位置在哪裡 想要完成上面的這些流程 必須要有以下的這個設備 第一個要有一個超音波的探頭 這個超音波的探頭 可以用手持的用手來拿 或者可以用機械的支架來固定 那我們長大採用的方式是用機械的支架來固定 避免掉手持的時候產生震動 所產生的誤差 另外還需要一個超音波的設備 最重要的就是要另外一台電腦 它負責融合之前磁鎮造影獲得的影像 跟在做超音波的時候 獲得的即時超音波影像 經過計算把它融合在一起 另外呢 我們醫院的融合導引系統 使用的方式 不是傳統的經直腸的切片 而是經會因的切片 為什麼要使用經會因的切片呢 我們可以看到 經會因切片呢 它的超音波顯示出來的影像 比較特別 它的攝護線是平行於我們的水平面的 那它在注針的時候 切片注針的時候 也是平行於我們的水平面 所以說它不會有任何的死角 不會有切片切不到的地方 可是傳統的經直腸的切片的方法 我們會發現說有死角的存在 會有懷疑是腫瘤 但是切片切不到的地方 另外一個特色是 我們這種經會因的切片呢 它的執行方法也很直觀 在它的Axio View下 我們可以看到 在它的這個橫切面下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X軸和Y軸都有分別有標記 英文還有數字 那比如說我們懷疑的地方 是在這個C3的地方 C3的這個地方 那當我們要做切片的時候 我們只要在這個 超音波探頭上面的這個 有一個柵欄上 標誌C3的這個地方 把針伸進去 就可以對我們Y的地方做到切片 非常的直觀 也非常的準確 那在這邊跟大家更深入的講一下 精直腸的切片 精會因的切片 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傳統的精直腸切片 它切片的針 是沿著精直腸的超音波進去的 雖然它是經過直腸對著攝護線做切片 會有剛剛提到的死角的問題 另外呢 它也有可能會把我們直腸的細菌 帶到我們的攝護線裡面 導致說增加攝護線發炎的情形 那我們經會因的切片的方法 它切片的針是經過會因 進到攝護線裡面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把直腸的細菌帶進攝護線的情形 也比較不會有死角的發生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這樣子的切片方法會比較痛 所以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 目前計畫是採用在麻醉下執行 另外要介紹的是 我們把我們的電腦 把磁症造影的結果 跟超音波得到的影像 融合在一起的方法 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剛性融合 rigid fusion 或者說rigid registration 另外一種方法呢 叫做彈性融合 就是elastic fusion 或者是elastic registration 這兩個方法的差別在哪裡 主要是說 當我們在做磁症造影的時候 我們的病人是正常的 然後它的攝護線沒有受到任何的壓迫 所以是一個完整的形狀 但是呢 當我們準備要做切片的時候 我們會在鋼門裡面 生一個探頭進去 這個探頭會對我們的直腸 還有對我們的攝護線造成壓迫 所以它攝護線會產生一個形變 所謂的rigid 所以鋼性融合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把這兩個影像 疊合在一起 去做計算 然後疊合在一起 那我們會看到說 欸 懷疑是病造的地方 好像會有一點誤差 那彈性融合的方式呢 就是多了一個步驟 電腦會去假想說 當我們在做攝護線超音波的時候 這個攝護線被壓迫的情形有多少 會產生多少的形變 它會先把我們磁鎮造影獲得的影像 先做一個形狀上面的變化之後 再去跟超音波中的在一起 理論上 理論上 這樣子似乎比較不會讓病造 產生有編移的情形 但是實際上有沒有那麼好呢 其實不一定 因為我們知道電腦其實不可能很精準的算出來說 我們在做超音波的時候 被這個攝護線產生了多少壓迫 所以那只是一個估計的值 所以其實現在國外 有很多的研究 他們是聚焦在 這種彈性的融合方式 或者是剛性的融合方式 到底哪一個能夠比較準確 那其實研究的結果 是沒有特別的差異的 那我們醫院預計引進的這個 這個磁鎮造影超音波融合的這個技術呢 它的這台電腦同時有剛性融合 和彈性融合這兩種選項 所以我們可以依據使用者不同的習慣來做選擇 介紹完技術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在國外研究的結果 因為在國內目前只有非常少數的一兩家醫院 已經引進這個系統 所以還沒有看到成果報告 但是在國外其實已經在大約七八年前 就已經開始有這種技術在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國外做出來的結果如何 以下的這兩篇論文 都是非常明顯 是在這個領域裡面最有代表性的論文 我們先看一下在國外研究2013年的這個論文 它主要是讓五百八十二位病患 同時去接受傳統的十二針切片 以及磁鎮造影超音波融合導影的這個切片 指針造影超音波融合導影的切片 只針對患處的地方去切 然後每個患處只有切兩針 那我們發現說融合導影切片這個技術 它可以多偵測到67% 臨床上需要治療的攝護腺癌 跟我們傳統的切片比起來 多偵測到67% 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它可以少偵測到36% 臨床上不需治療的攝護腺癌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優點呢 因為其實攝護腺癌的風險是有分級的 在低風險性的攝護腺癌 其實我們可以對病人採取不用治療 觀察的這種方式 主要是因為這些攝護腺癌 有的時候它其實生長得很慢 不一定真的會致死 那對於低風險性的攝護腺癌呢 特別去治療它 有時候帶來的併發症 帶來的壞處 會大於治療它所帶來的好處 所以如果我們使用這種中科導影系統去做切片的話 它可以多偵測到一些需要治療的攝護腺癌 少偵測到一些不需治療的攝護腺癌 這樣可以減少病患的效率 也減少我們不必要的治療和醫療肌癌的浪費 另一個期刊的結果也很類似 這是JAMA 2015年的Paper 總共有1,003對病患 他們也是接受傳統的12針切片 另外呢 在接受磁鎮造影超音波融合導影的切片 他也是發現我們的中科導影切片 能夠多偵測到30% 臨床上需要治療的攝護腺癌 但是呢 他同樣可以少偵測到17% 臨床上面不需要治療的攝護腺癌 那這邊Paper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他的這1,003病人裡面呢 有170位後來去接受了攝護腺的全切除 所以我們有一個確切的病理診斷 能夠當作我們的黃金標準 那拿這個黃金標準來看的話 我們發現說 把第二性度 也就是所剛剛說的 不需要治療和癌症 分辨出來的能力呢 這個綜合導影切片的系統 會優於綜合導影再加上12針的切片 再優於傳統的12針切片 好 那剛剛提到說 我們傳統的12針切片 準確率並不是讓人這麼滿意 所以我們以前啊 有的時候會把攝護腺 不只分成12個向線 我們有可能會把它分成24個向線 甚至30個向線 那對每一個向線去做切片 也就是切片的幀數呢 可以高達20針到30針以上 這種超過20針的切片呢 我們把它叫做保和性的切片 那我們來看看這種綜合導影切片 跟保和性切片比較起來 數優數月 我們可以看到有幾篇的paper 有幾篇的研究去做這方面的比較 那他們都是去比這個綜合導影的切片 跟保和性的切片 看誰比較好 那每一個研究呢 它保和性切片的幀數 不一定 有的是24針 有的是30 有的是40針 有的是30針 那我們知道 其實不同的研究 最好不要拿來一起去比較 最好不要拿來相提定論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去做一個粗略的分析 那粗略的看起來的結果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種臨床顯著性攝護腺癌 也就是需要治療的攝護腺癌 它的診斷率 保和性切片如果切到超過30針 它的診斷率是最高的 優於我們的 這個導引超音波 磁症狀超音波導引的切片 優於它 那這個新的基數呢 它的準確率 差不多等於 我們24針的保和性切片 也就是說 我大概切兩針 可以 我的診斷率 大概跟我們傳統的24針 差不多 切到24針差不多 所以比起來 跟這種把攝護腺切成蜂窩 比起來 其實是它有很大的好處 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重複的切片 另外呢 它同樣也發現說 它可以降低 對臨床不顯著性的這種 攝護腺癌的診斷率 也就是不需要治療的攝護腺癌的診斷 那其實我們這個系統 這個新的技術 也有未來應用的這個面向 它可以考慮使用在我們局部的 攝護腺癌的治療 目前我們如果攝護腺癌需要去做積極治療的話 治療方式分成下面幾種 第一種的話呢 是我們攝護腺的根除術 也就是開刀 它包過了傳統的開腹手術 腹腔鏡的手術 以及達文西機器手臂的手術 另外呢 就是放射線治療 或者是冷凍治療 或者是全攝護腺的海腹刀治療 那以上的這每一種治療方法 它都是對整顆攝護腺去做治療 所以 有可能會造成比較多的性功能的喪失 或者是尿失禁的行性 但是這裡有一篇研究 它使用的方式 做的是VOCAL的HYP 也就是局部的海腹刀的治療 那它一樣 我們海腹刀的治療 對於攝護腺癌的定位 一樣是用超過的方法來定位 所以如果呢 我們能夠把這個 超音波跟磁鎮造影融合的這個技術 應用在上面的話 那我們這個海腹刀呢 它的超音波的能量 就可以聚焦在 被顯示出來是 認為是癌症的地方 專門針對整顆攝護腺裡面 懷疑是癌症的地方去做治療 那我們看到初步的結果 有24位病人接受海腹刀局部的治療 那一年後對於治療部位切片 有60%不再偵測到癌症 這個說實話 其實還不能夠讓人非常的滿意 但是這個技術還是一個新的技術 所以還有很多需要成熟的地方 但是呢這些病人 我們都觀察到它沒有尿失禁的情形 而且呢他們的性能力只有輕微的減退 它這個減退的分數大約只有下降2分到19分 也就是輕微的性功能異常的這個程度 好那我的介紹就到這邊 不知道各位記者朋友有沒有什麼樣子 謝謝你